大家好,我是猛浪 歡迎來到這張 Transport and Life 的頻道 白人住東尼,很天寒地凍的日子 來到這裡是荔枝閣 荔枝閣深水部區有一條綠色小巴士 應該都是香港的傳奇之日 應該遺忘到大家都快忘記了 二十多年前大家都會記得 現在一點都忘記了 就是這條九龍六小路線的42號 由長沙灣宇洲西街 其實是隔離之國的地之站 去石劍美的宅安邨 87年開辦,其實是一條招標路線 那時有一間小巴箱順便投到最大肉食的那條 就是右一村的41M 但大家也知道是好景不償的 其實這些世界永遠都好景不償 就是當深水埗、石劍美等人口流動越來越低的時候 小巴的衝擊很大 這些路線對小巴的衝擊很大 令這條路線的客人不停下降 尤其是宅安邨八田那裡 很簡單而已 當沿路跟他差不多走的路線 2號boy、2號F、86號、86A等都這麼多 以前人多的時候 就怎樣都有肉食 但是呢 當你退到千禧、2011年的時候 深水埗、石劍的人口老化得厲害的時候 這些路線簡直就慘得不得了 你想想連巴士也減到不得了 減到差不多 我剛才說的路線都要四、五個字 甚至半個小時一班 更何況一條小巴 一條小巴是一個人口流動很低的地方 簡直是捱都捱不住 好,今天我們便會坐這條路線 我也不知道它幾點開車 其實說星期一到星期五 一班車是25至30分鐘 我懷疑是60分鐘 我懷疑是60分鐘 我真的想想想 會不會是9點乘2才開車 真是大禍 那實在是大禍 我們已經不等了 好,那就看看吧 你會問 明明這條路線的巴士總乘不是長沙灣宇宙世界 我懷疑是大禍 為甚麼呢 它的小巴站的布牌 好像X55號小巴一樣 都會寫自己是青山道 例如青山道聯邦廣場 其實這就是很傳統的小巴 其實是深水埗的人 最傳統的寫法 如果那條路線是長沙灣 向沙廠那些 其實通常最穩陣的寫法是寫青山道 寫青山道的人就會想得起 會走廣州街 到興華街最尾的位置 即到麗生沙廠那裡 這是一個傳統的寫法 所以都是歷史因素 不會寫上長沙灣宇宙世界網會食 很過份 9點01分 看著車子 9點鐘便離開 連這個時間表也不跟隨 他也很過份 那就隨便吧 我看看車子也離開 這樣也可以嗎 9點鐘便離開 明明是9點踏2 9點01分便離開 這輛車真的可以 不要緊 下次再回一回 今次失敗 今次就不成功報到他 報不到他 他應該已經開了給班車 他真的很任意 任意開車 他是不是記錯了時間 應該9點踏2 不要緊 下次再報他 今天 大家好 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一 八點鐘 現在七點二十二分 今次就聰明了 直接在小巴站面前等他 他八點鐘有車 你不要一會又說我走了 現在點到上車才算 你好 哇真的 開車的時間都好 高定 八點零四分 我都猜不到要怎麼開車 真的很難猜 8 點 04 分鐘開 湖南還了福西方畢預測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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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